印度现在又做了什么呢 最近几周 缩在互相驱逐对方的记者 印度这个月拒绝为 在印度的最后两位大陆媒体的记者 包括新华社还有央视的续签签证 而消息人士就说 这大概是 自1980年代以来 第一次在印度没有中国官媒的记者 那大陆外交部这边是说 其实呢最主要是因为 长期以来中国媒体记者 现在印度有被不公正歧视性的待遇 他举了很多的例子 早在从2017年无端的缩短了签证 那么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 因此呢现在大家就好奇了 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寒冰 怎么看这是印度现在开始 在找中国大陆的麻烦 而且还甚至针对记者来下手 其实印度时不时就会来一招这个 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蛮习惯的 因为最近印度 因为他在人口上超越中国大陆了嘛 所以他大概觉得自己真的是世界第一大国了 那他又很喜欢跟中国大陆比较 那所以他就开始又要来找一些东西来搞 那印度一直有个很奇怪的想法 就是他认为中国大陆对他来讲是最大的威胁 那当然他跟中国大陆之间是有领土纠纷的 可是问题是说实在话 在喜马拉雅山两侧沿线这种地方 对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没有办法 都不至于造成生死存亡的这种威胁 可是印度就一直把它看得非常严重 所以呢印度一直对中国大陆采取一种半敌事 然后经常会刻意刁难的一种状况 那甚至你看之前对中国大陆的产品啊 他就开始进行打压甚至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 一些软件啊或者什么东西 他TikTok啊这些他要进就赶快就 就开始全面的进 还有啊还有太阳能板啊 对不对印度再生能源跟财政部会商 寻求批准调降太阳能板进口税率到20% 然后知情人士说印度考虑要大坎 对太阳能面板课征的进口税率一半 这不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吗 是但是问题是 其实印度即使这样做了之后 对他自己来讲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 因为重点是你自己有没有办法扶植起 你自己的太阳能板产业 如果你能够扶植起来的话 那你有机会去跟对方竞争 如果你自己根本这个产业不成气候 请问一下你这样操作的意义是什么 是啊 对啊所以对你本身并没有看出 很明显的一个好处嘛 那当然印度也不是个笨蛋 印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今天这样做明天可能会又换又改了 对他又会改 他就是随着他的政策 或者他自己政治上的需要 今天这样做明天又这样做 他有的时候这些中国大会记者很严 有的时候突然之间又开放 所以就看莫迪觉得他什么时候需要 所以言老师问题就来了嘛 所以印度这样做就是希望把中国什么打下去 然后让印度站起来 但是问题是BBC的这个报导里面呢 却认为说印度啊人口超越了大陆 能不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超级大国啊 光靠人口啊经济啊不够格 还要看地缘政治还有军事力量 因为印度在现在仍然望尘莫及 所以他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努力啊 这等于就BBC News先给什么 先给印度先什么 先定了一个否决票啦 没有我觉得印度是这样 就是说他这个传统的这个阶级的社会 没有办法让他整个人口的潜能 完全爆发出来 那跟中国大陆不太一样 教育也好或者说其他 所以你看到他的精英是非常棒的 可是那个精英的比例很低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面临最大问题 就是当你一个社会 还继续有这种阶级的问题 那没办法把所有的老百姓 都纳入一个可能经济可以成长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头的时候 然后你去看大陆现在不断的在等于是有 当初我们从90年代末期开始就说 他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开发 东北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 他就得把这个全国就平衡起来了 那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受到好的教育之后 然后有机会参与这个整个国家的发展 我觉得印度参与国家发展的这个比例 时代还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大概是BBC 可能我没有看好它的原因了 扶贫脱贫 让教育更加的普及 这是中国大陆现在做的事情 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呢刚刚其实杨老师点出的 就是一个阶级的问题 那阶级的问题在印度仍然严重的话 持续不改变 那当然上下差距就非常之大 也因此呢 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秘书长 刘宗毅就分析 印度若无法创造足够就业职缺 人口红利反而将成为一场人口的灾难 好 但是我们回来谈谈 美国现在目前的问题啦 大家都说啊 美国现在呢 什么什么什么小费啊 你到处都是要收小费 这个司空见惯了 可是呢这个要请教一下 介大使过去也有在美国生活的经验 现在啊居然说有美国人呢 就自己讲了 花2块美元买田桶 居然还得要跟他要1块美元的小费 他觉得实在是太夸张了 不给他还会什么 还会被当场翻脸 那事实上呢 包括怎么咖啡店的 面包店的 机场的自住结账机哦 没有人在服务你的哦 这些地方居然还可以让你选择支付 20%的小费 你看这个机器会直接叫你选择小费 这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变相的通膨啊 小费文化是美国这个独特的一个消费文化 那我觉得他背后的成因其实是这个 雇主把他的人力成本转嫁给顾客 额外出来的 像美国这个当待客 很多他的底薪是很少的 那你要能够多赚一点就靠你的小费 是小费的收入 也是啦 小费收入 美国小费有的地方是15%餐厅啊 是固定的 你不给小费你试试看 那些真的给你很难看的一种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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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啊 他是因为他 这待客人 他们就是靠这个的 他是靠这个赚的 他老板没给他多少薪水啊 你看那个画面上星巴克 我们刚刚也谈的星巴克 他直接就是单子打出来 上面就是直接你要付的小费就在里面 对这个有一点离谱啦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应该是雇主 他提供给他所谓的 是雇佣员工的一个薪资的一部分 那雇主不出这个钱 就转嫁给消费者 就是美国有最低的这个工资 基本工资 可是在餐厅这些都不算 他们都比最低工资要低很多 大概只有一半 所以要靠小费 这个是很奇怪 你干脆为什么美国不要求 这些餐厅服务员也都拿基本工资开始 然后大家要给小费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就是你可以给10%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给到那么高 现在晚上在美国吃饭25%了 非常高啊 很不合理的 很不合理的 现在真的这个小费越费用越高了 对对对 25%这已经不是我们过去的生活经济了 经济越来越不好 他就转嫁给消费者 所以美国消费者是等于说这个 这不是你给不给的问题 你不给你就自己走着瞧吧 对看你想不想有一个好的 有一个好的一个好愉快的用餐经验 对啊 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状况啊 我碰到过一个 美国的那个小 没给小费 为他冲出来 What's wrong with my service 不是啊那是有人啊 这七七也要跟你收啊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